今天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浙江卫视 吉利亚婚姻保卫战爱要有你才完美 这是一档呢我们浙江卫视重磅打造的 情感疗伤类节目 只在为离异女性的寻找真爱 那首先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的嘉宾团的三位嘉宾 麻辣情依吴迪老师 情感专家王文言老师 欢迎心理专家王健一老师 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姐妹团和亲友团 欢迎大家各位美女 好 掌声欢迎我们的一号男嘉宾郭玉成 再度的研究生 二号男嘉宾杨平志 他目前的是博士研究生 一号二号是设施加博士 太厉害了 三号男嘉宾吴俊 职业的是企划营销 四号男嘉宾王超 职业是人力管理 五号男嘉宾杨龙 自由职业 六号男嘉宾王伯伟 职业是造型师 七号男嘉宾张苏珊 职业是一位医生 八号男嘉宾蔡勇 自由职业 最后一位男嘉宾九号汪家爽 职业是新的管理 好 再次欢迎我们的九位男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请各位带下我们的独心手镯 你们的心动指数的总和将成为我们第一次的约会基金 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今天非常漂亮可爱的一号女嘉宾了 大家好 我叫田梦 你好 欢迎你 这身后 好优雅哦 大家好 我叫田梦 今年36岁 我来自北京韩国籍 目前主要从事金融投资工作 谢谢大家 来自北京的韩国籍的女孩子 来 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九位男嘉宾 看看哪一个是你的最佳印象男士 确认吗 那现在呢 各位先生请准备好 让我们来看一看你们对她的心动指数如何呢 三 二 一 请揭晓 一个骄傲的小公主 二号先生 您的心动指数很高啊 我觉得是这个仪器风了吧 一记风了 也就是说你并不是很在意我们场上这位女士吗 我觉得我一般的达不到这么高啊 是吗 你说明你自己不了解自己 来 张苏珊先生 您觉得您的这个指数准确吗 非常准确 你有没有为她写事的冲动 有 来 我们来听一下 来 我们来听一下 四号 因为八号感觉相对知性 四号感觉应该是很乐观 很相上 而且很有幽默感 这真的是你姐妹吗 她了解你吗 我觉得她挺了解我 乱点鸳鸯普啊 跟你这里选的完全没关系 好 那么我们这位女士 曾经经历了一段婚姻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和我的前夫是在北京认识的 应该说我们是认识了三年才开始交往 她是一个美籍韩国人 她也是一个极端的完美主义者 这个可能跟她的生活和成长经历有关 老公 你回来了 我给你说过多少遍了 白菜一定要切得大小一样 你看看你姐的 完全乱七八糟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觉得我做得不好 你可以自己来啊 男人是不可以做家务的 你连这个都不明白 还有就是两个人生活方式的问题 她是一个把过度的时间和精力 都给予自己的朋友的这样一个人 你现在越来越过分了 开始也不归宿了 你说 你干嘛去了 和朋友喝酒 怎么了 朋友朋友 天天就知道朋友 每天都出去喝酒 你看看几点了 早上七点钟了 你心里还有没有我和孩子 还有没有这个家 这日子 我受够了 我受够了 朋友 对我很重要 朋友重要 朋友别老婆重要 别孩子重要 你跟他们过去吧 我想这也是最直接导致家庭破裂的一个原因吧 也就是说当时你们离婚 其实主要是因为你们俩对生活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对吗 对 我觉得我们的人生观是不同的 我觉得没结婚之前你可以尝试很多 可是一旦你是有家庭了 你的整个重心应该放在就是你的爱人 还有特别是有孩子的时候 小孩的教育 还有这个对小孩的关注 但有可能他的整个生活中心还是他的圈子和他的朋友 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说中文英语还是韩语 我们刚开始认识 因为大家都是在外面聚会嘛 就是是讲英文 后来因为我知道他也会韩文 所以我们用韩文来交流 他经常会用韩文说我爱你吗 因为我可能讲这句话的时候用英文的比较多吧 那你会撒娇吗 平时喊他 你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哥哥我爱你 你 你怎么知道 韩剧看多了吗 哈哈哈哈 他说的标准吗 很好一看就是肯定是专门 对对你会吗你会吗 刚开始会的 就是后来呢是因为生活的很多重心都放在我的身上 就工作上还有生活上 所以我可能慢慢的我就 就就会减少 就到最后就是欧巴 come back home here 二号杨先生 他说说什么 谢谢 他说什么意思 他认识我很开心 杨先生您也是学韩语的吗 学过一点吧 我教过韩国学生 首先我很佩服你的勇气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能就是去嫁给一个外国人 真的是勇气可嘉 那你当时你们恋爱结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 就说可能你的生活会发生很大变化 甚至很多东西都不是你想要的呢 我不是的 因为我从大学毕业一直在国外 然后去过很多国家 然后我比较认同这些国际性的文化 我觉得一个人有更广博的国际性的眼光和视野和这种心境是比较能吸引我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中国男人真的很好 因为就像中国女人也很好一样 因为他们具有优势 极大的优势 因为中国男人首先你从也让自己的母语来沟通和交流 第二个中国男人也很温柔 很体贴 你觉不觉得你的前夫生活中是大男子主义啊 对 这一点是让我觉得后来就是比较那个不太开心的地方 因为他是典型的韩国家庭 然后保留很多传统的文化 但是如果做得不够好 就会导致这种极端的这种大男子主义啊 想问一下各位啊 就是你们在生活中谁属于那种爱做主的 咱们比如说大男子主义爱做主的 愿意做主的请举手 来 三号 卢先生 大男子主义我有一点 但是是要看什么事情的 比如说我们在买比较大一点的家居电器方面 我肯定会比较积极地参与到里面去 大男子主义是体现在买大件的商品上面 还有买房子这方面都要参与到里面 小事情这些事情是全部由女人说了算 一号 郭宇晨 我觉得我稍微有那么一点大男主义 因为别人这么说的啊 但是我觉得只是说 可能对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上有主见 什么事是重要的事 比如投资啊买房子啊 或者说是这个事业的规划上面 你都不听太太的意见吗 会和她商量 但是可能还是说是表达我的比较多一点 那为什么不是表达她的多一点呢 因为我觉得可能男人嘛 跟女人最大的区别就是男人应该有她的责任感 然后有她 这跟责任感有什么关系 反正钱是你出的 一个男人的阅历啊 还有各方面的判断能力啊 肯定要比那个女人稍微要强那么一点 你现在这个思想我可以说是已经沾了大男子主义的一种感觉了 一直在说男人 其实你整个就是说我怎么怎么样 这个已经是 她已经有了叫做性别优先权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我会跟你商量 而且两个人会做出比较明确的选择 但是我也不会特别极端的就是说 你一定要听我的或怎么样 七号张先生 你觉得你大男子主义吗 我认为是 同中求异 异中求同 同者相亲 异者相近 您经常在家里边背诗吗 因为女嘉宾她的选择很高 你用一般的语言去和她不匹配 你以后要给她写清楚就用甲骨文是吧 如果她需要的话也可以 八号蔡先生你觉得您呢 很明显我没有大男子主义 我可以为女嘉宾穿鞋 你可以为女嘉宾穿鞋啊 现在还没有这个机会 好 一号要说什么 我觉得还有单独义就是另外一方面的 就是遇到流氓什么的 肯定是我冲上去 不会让你冲上去 你觉得这个算吗 如果遇到流氓你冲上去 他没有冲上去 那只能说明你是个男人 就是我不会让他冲上去 这是一个正常人应该做的事情 而不是什么大男子主义 这是一个好市民都应该做的 大男子主义简单的说就是 你必须听我的 因为我是男人 因为我是男人 你必须听我的 那我没有那么极端的说 我是男的你就一定要听我的 来 姐妹团 姐妹团 你们觉得哪一位 比较适合我们的一号女嘉宾呢 如果一定要让我说实话的话 田梦在场的九位男士 我不认为有人适合你 而我希望电视机前有更多的 有着丰富阅历的 然后有着宽广胸怀的 然后能够温柔对待女性 我觉得刚才零零的这样的答案 把九位男嘉宾全部给否定掉了 就像这位女嘉宾讲的一样 了解并不是这样的时间 这样的环境就能了解全面的 还需要进一步的沟通 我很支持这个卢先生的观点 我认为这个林林小姐吧 可能你应该看多远了吧 你怎么就能认为我们的九个人之中 就没有适合她的呢 像这位女嘉宾 内容和形式都找不出缺点的 那么这种男人应该是 政治 经济 文化 军事 科技 宗教 人口 与计划 生育 大自然 什么都了解的男人 那个男人是谁 是我 好 就是说我感觉可能这个女嘉宾 确实可能表现得很完美 但是我只是说她在某一方面 不可能那么完美呢 她肯定有她的弱势 这位女嘉宾说话 在场上不断地全部都是首饰 她为什么对大男子主义这么敏感呢 实际上这种过多的首饰 表现出她也有点大女子主义 就是在现实生活中 可能真的不像林林所看到的那样 她有那么那么那么的温柔 好 那现在各位男嘉宾 我们马上要开始第一次选择了 三 二 一 九号王家庄 五号杨龙 四号王超 王超 女嘉宾的经历很丰富 而且给我一种很独立 很女强人的感觉 可能我在她面前更像一个小男人吧 而且年龄跟她有差距 我觉得我驾驭不了 所以我把灯灭了 五号杨龙先生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那个年龄 对 你能接受姐弟恋吗 应该是我以前不能接受 但是现在我觉得 我是个从来是相信爱情的人 所以有可能会让我在 其实婚姻肯定爱情会不一样 那有可能我怀着了一个 对爱情的这种追求去走入了婚姻 会导致这个婚姻的问题或者怎么样 来 九号王先生 自从你上台到现在我听了很久 大部分说的都是你的优点 人都是有缺点的 凭我的感觉 我判得出来 他其实他已经一个人生活惯了 知道吗 但突然一下有个男朋友 跟他走在一起 他不一定能接受 王先生的话是说 他似乎看到了田梦的一些不好相处的地方 他一个人生活能力很强 他交朋友的能力很强 他不一定特别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问题 我解释一下 其实你说的还有这个嘉宾说的 我很赞同 有可能我很多事不会做 做得不够好 特别因为你刚才也讲到 我很独立惯了 但是我相信爱情 有打动我的人 我可以付出一切 就好像我曾经为我的前夫放弃了很多 牺牲了很多 做了很多一样 我觉得对任何一段感情的到来 我都会一个初恋的心态去迎接他 我现在终于看见了女嘉宾 小小的缺点和她婚姻失败的原因 那个婚姻的婚姿 是一个女朋友一个头婚的婚 她特定的环境 那个圈子里边 在那个特定的一刹那之间 她头婚了 然后她就嫁给这个男人了 而接下来呢 我想请各位再次来了解一下 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来看看她的VCR 现在我大部分时间除了工作 就是给了自己的家庭和小孩 一起弹琴 一起去跳舞 一起画画 而这些都是我以前 可能说在我小的时候 我憧憬着 希望但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而今天因为小孩 我跟她一起开始 我们除了我们旅游 有可能更多的是朋友吧 我本身是一个很开朗的人 平时喜欢念渔江 会参加会所的各种活动 跳舞 游泳 健身 平时更有时间的时候 我还会去骑马 喜欢那种策马 狂奔的感觉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的情况 大概是这样 年龄38到48 身高1米74以上 性格希望平和 如仰 还有最重要的一方面 我希望她能够记住我 还有我的女儿 因为我们两个已经是一个共同体 我想听听谁刚才看了心动的 来来来发表一下意见 是有心动 但是她太厉害了 她要骑马 弹琴 还有练鱼家 我一想都 从来没想过 自己会做 不是说要你去做 她需要的是要一个人欣赏的眼光 去看她 二号杨先生 看她刚才要求的是 38岁到多少岁 48 我这真没达到38 您长得真像 谢谢 你不是不能老拿我的头发 来决定我的心 长得像38以上的也行 然后呢 硬介她第二个呢 我觉得我身高也不合适 1米74我还真没有 你多高啊 我也就1米71吧 七号杨先生 你的条件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 而且 对于这位这么优秀的女嘉宾 其他的男士是读不懂她这本书的 只有我才能够读懂她这本书 蔡先生 能告诉我为什么你当着镜头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吗 她说这话是把这几个哥们都干掉了 张先生 您为什么那么自信地说 您就非常适合她呢 因为她们就是不懂她 用我的话说就是 来时无影去无中 去与来时是一同 婚姻本是福生事 只此福生在梦中 我要晕倒了 她们能懂吗 实际上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 来来来 二号杨先生 就说我应该跟这个田梦有共同的一种感受 平时我的朋友问我 就说你找 你找 你找这个对象 什么条件 但是我觉得 如果两个人真正能够水煮交融的时候 这些外在条件都不重要了 七号张先生 面对二号杨先生很高的学历 你怎么看呢 那我的学历 我自认为 我也不是很差 我是两个大专毕业的 我的社会阅历 是不亚于他们什么研究生博士 博士后来的 根本就没把二号放在眼里 不但是二号 所有的都没有放在眼里 好 吴迪老师 田梦你知道你这次VCR拍了以后 会把很多男人吓跑的 田梦把你有好友一比 你真的很像一座美丽的城堡 你期待的男人是城堡外面的人 可是你的姿态就是 懂我的人 有自信心的人 来追我吧 来追我吧 如果你不放出一座吊桥 连通他们的世界的话 你不邀请的话 没有人敢进来 卢先生 三号你为什么那么高的举手啊 几乎吴老师把我的心里话 给说出来了 不知道各位男嘉宾 是不是这样想 我们来做一下第二次选择 三 二 一 六号王伯伟 一 二 三 七 八 对 还保留了五盏灯 问一下王伯伟先生六号 为什么灭灯 首先说年龄不够 学历也没有他的高 你不是要找个神仙姐姐吗 但他的要求我没达到啊 他有三十八到四十八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看这位女嘉宾 她的最佳印象男士是谁 这次呢 你可以有机会把她灯点起来 而她呢 是不可以反对的 来 让我们看一下 六号是你吗 不是 我觉得六号 你刚刚照片拍的 太有欺骗性了 多像一个韩国小影星 我爸你很有欺骗性 年龄挺大 但是把自己捞视得挺小 是不是这种感觉 你愿意给她把灯点起来吗 愿意 愿意点起来是吗 六号王先生 好像你的嘴张得老大的 你没想到会亮你的灯 对不对 对 我觉得挺吃尖的 田梦 我觉得真的 女人真是口是心非啊 田梦 你那VCR里 胡说什么三十八到四十八 有一定事业基础 身高一米七六一项 结果点了这个小男生的灯 我可以解释吗 因为说 你必要说说 你想象中的一个条件 我不可能说 我要找一个25岁 或者说30岁的人 所以按我理想中的一个状态 我描述了 可是我说过 我是个感性的人 我一到我感觉对的人 我会不顾一切的 其实这位一号女嘉宾 你知道吗 六号男生是没有恋爱经验的 我在这里要友情提醒您一下 愿意做他的初恋吗 我当然愿意 不管我有过婚姻 还有我多好过一个恋情 但我觉得我面对新的感情 是初恋的 你现在可以对我们台上的 六位男嘉宾 进行一下提问了解一下 先问你又好吧 因为刚才选了他 近期的有什么样的规划 还有延期的目标 大概的一些想法吧 未来这话我想 应该离我太远了吧 我想做演员 还有平面模特 应该不行 因为我身好我达不到 你能走一下吗 我看看你有没有当模特的料 我们来个四连拍 五连拍都可以 开始 好 请回到座位上 这个酷吗你觉得 做演员也好 做什么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爱好 或者说偶尔去做一下 可是想把做一种事业 就一下让我觉得 你误解我刚才说是 那是梦想 他在你身上看不到未来 再问问别人 二号嘉宾 你对你的家庭的计划 是什么样的 怎么你也问一个 这么俗的问题呢 我看我只会问 很俗的问题 我觉得这应该是 两个人商量的事情 而不是我自己 一个人的事情 至于将来 自己的这个 未来的发展 我的一个理想目标是 最起码 因为我是搞非洲研究的 我希望我将来成为一个 优秀的非洲研究的学者 你去过非洲吗 非洲没去过 其实非洲对我来说 很神圣 我一直把我非洲这个地方 留给我想以我的伴侣 或者最我心动的人 一起去探险 你要开始进行的选择了 这一次呢 你可以选择至少灭一盏灯 也可以选择多灭几盏 乃至于全灭掉 三 二 一 一号 三号 七号 你保留了三盏灯 二号 六号和八号 能告诉我灭灯的理由吗 因为一号已经对我 没有什么感觉 而且他又没有更多的表流 表达自己 好 你为什么灭三号 目前没有太多的交流 三号你遗憾吗 不来电 不遗憾这是他的选择 这是他的权利 好 七号你为什么灭掉呢 最爱你的人救他了 因为他输了自己 很成功的一面 其实我特别 希望他给我回答的问题 是解释一下 我只能说我能懂他 他读不懂我这本书 因为我太广大了 我是他看到的是小溪 而我是大海 如果你真的是大海 我觉得你应该把你大海的精神表现出来 而不是把你大海的证书表现给我 好 谢谢我们的一号 三号和七号先生 请你们先推厂一下 谢谢 好 那吴迪老师 接下来呢 请你想一个他们一起可以做的心理测试好吗 请田梦下来 接下来要做的一个测试 请他们三位先生 依次地过来 慢慢地走近你 每走一步的时候要讲一句话 我是如此地走近你 他们说一句走一步 说一句走一步 你不要动 你看他们走到哪里 你觉得不舒服了 你喊停 如果你不喊停 他们就可以一直走到你跟前 然后我就看他走到哪里 好吗 开始吧 我是如此地走近你 我是如此地走近你 停 停 谢谢 好 蔡先生请回 下一位 开始吧 我是如此地走近你 我是如此地走近你 喝下来 我还是如此地走近你 好 谢谢 好 开始 我如此地走近你 我如此地走近你 我工作给你 你 像这样 我希望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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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你刚刚一说话 那边姐妹谈在尖叫 对不对 我也跟王导说 我的天哪 声音这么好听 但是田梦明显受不了 他说第一声道 其实声音很浑厚 但是第二句第三句 用各种语言来讲 就是我第一感觉 就是怎么这么复杂 其实他刚刚也说了 他喜欢简单的生活 简单就是真 一个人这么注重形式 用这么多语言 表达一件事情 说明他已经把这些事情 看得很复杂 自己的包袱没放下来 所以田梦吓到了 他是这三个人当中 他反应最大的 所以他把杨先生 距离得最远 我认为我刚才 并不是滑动曲统 这是我认为可能 我没有做复杂的事情吧 我也做了很简单的事情 六号先生 王伯伟说实话 他的眼睛一直不敢看他 王伯伟不断地在看地上 然后再抬起来 非常的紧张 然后第一个 蔡永先生 他是三个男人中 走得最慢的一个 就是是用最正常的 最自信的速度 走向他的 其实八号 我用看眼睛看出很真直 很认真对这件事情 对 然后所以我很感动 其实我有可能差一点 就让他真的靠近了我 如果更熟悉的话 你可能会让他靠得更近 说得非常对 其实如果说 他要跟他再熟悉一点的话 他可能允许他走在他身边 其实你的好朋友 我刚才在做测试的时候 一直在听到他说 田梦千万别犯傻 千万别犯傻 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田梦是一个非常感性 非常非常感性的人 但有时候感性会影响他的判断 我觉得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 所以我很担心他会选择六号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年龄 是要踏踏实实地选一个人 跟你慢慢变老的人 好的 那现在你开始选择了 三 二 一 第一个灭掉了 二号先生 六号先生 六号先生 对不起 八号蔡永先生 你按下蔡永先生的灯的时候 其实犹豫了一下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很好 然后度我非常诚恳 但就是作为朋友很好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那种 出业谈心的朋友 然后能够相互理解 但是作为就是说比如说爱人关系 我暂时还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 八号先生会很遗憾吗 跟我心里面想的是吻合的 因为在我心里面它是一个对事情比较认真 比较负责的 有可能我们会先做朋友 可能的话 有可能会找到一起 好 请田梦回到我们爱的小屋中 谢谢你 每一个人有他的脾气 过了爱做梦的年纪 甜梦在转身的那一瞬间 他的眼泪掉了下来 其实每一个走进我们节目的人 我想不仅仅是在我们现场 选择一份爱 更多的时候 我们是一起回忆过去 我们是一个疗伤的过程 也希望我们这些女嘉宾 男嘉宾的生活经历 能够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一些启发 好 这里呢 各位观众呢 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 百度贴吧网易邮箱 登陆爱在中国栏 专期留下你的宝贵意见 和我们互动同时呢 在我们的搜狐的高清网站 和优酷网也可以点播我们的节目 在这里我们也感谢 世纪家园网站和珍爱网呢 给我们大力支持 我的核糖 我的音乐 精力核糖系列音乐手机呢 邀请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短信参与方法呢 请看我们的屏幕下方 牵手成功的情侣呢 将获得由精力手机提供的 M500核糖系列音乐手机两部 我们的快乐蓝天下 中国梦想秀呢 正在热播当中 每周六晚上的21点21分 非常的精彩 请您锁定浙江卫视 好了 相对呢 虽然牵手没有成功 我们期待一下下一位女嘉宾了 好 让我们期待一下 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来 掌声有请 哈喽 大家晚上好 带着我吗 我来了 我叫杨静 谢谢大家 你好 杨小姐你好 今天来到这里 你和一号女嘉宾 同时选择了红色的衣服 那这套好艳丽哦 嗯 来 360度转个圈好不好 哎 很漂亮 来 我们来看一下九位男嘉宾 哪一位是你的最佳印象男士 确认吗 对 好 看看各位的心动指数 好 三 二 一 哇 1434 嗯 非常高 最高的是三号 卢俊先生 我的心就是这样吧 来 四号王超先生最低 可能被三号男嘉宾 带走了一部分心动指数吧 我觉得面前这位女嘉宾 在这个红衣服的硬衬下 显得格外的恶挪多姿 七号张先生 您来多少文采的 我觉得对面的嘉宾 他就是像西班牙的那个斗牛 他用的是那个红衣服 我就是那条牛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在上一次的婚姻中经历了什么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弄死了我的前夫 他人长得蛮帅的 也很浪漫 送你的 好漂亮呀 送我花什么意思呀 今天是情人节 我想让你做我的女朋友 还是同一次有人送我玫瑰花 那我答应你 找我吃饭去 当我们结婚以后 真正的生活在一块的时候 他变了 他居然自杀 还自杀了三次 怎么了 你干嘛呢 和小妹去吃饭呀 你必须马上回来 凭什么呀 你让我回去我就回去啊 干嘛要贴你的呀 你要是不回来的话 就等着给我收尸吧 怎么了 他又和你闹了 说让我赶紧回去 不然给他收尸 神经病 我看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你忘了上次了 要去也得吃完饭 不管他 爸 喂 喂 你怎么了 喂 我吓傻了 你妈打了摇摇你 抱紧了 我不知道是她的问题 还是我的问题 我们这样子 真的没办法再过下去了 我忍受不了了 我选择了放弃 他说那个自杀三次 我觉得一般人的话 就稍微一个正常的人 为什么为什么 他会自杀三次呢 我能告诉你你要第一次 可能就是我们带玩牌的时候 玩牌的时候他出的不对 因为上海牌和四川牌 完全是两种打法 他出错了 我可能当时年轻嘛 言语也比较激 就说哎你这个不对呀 怎么怎么怎么说了 然后他好了不开心了 吃饭的时候 然后喝了一点酒 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拿了个酒瓶 筐砸了 就走自己头上擦 就第一次 我天哪 就这么小的事情啊 这是一个有严重心理疾病的人 或者我们通俗的称为不正常 人如果有严重的心理疾病的话 会做出很多令你不可理解的极端的行为 杨静恐怕自己也不太了解这些病的严重性 而且你知道要治疗心理疾病需要漫长的时间 那有些人也会用一些极端的方式 可能没有他这么严重 你知道他们是在干什么呢 他们是用上海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对你让你内疚 这种手法叫内疚控制 那我想问一下现场的九位男嘉宾啊 在爱情中 当我们特别爱一个人的时候 可是呢他做了一些让我们不开心的事情 你们有没有做过什么 小极端的事情 我初恋的时候我十年的时候 我当时去买了一瓶啤酒 就是因为都觉得好像是喝酒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那瓶啤酒大概我喝了有十分之二不到吧 然后我觉得这玩意这么难喝 本来十年就已经很不舒服了 然后喝酒 十分之二就五分之一呗 对 小半杯 喝一杯啤酒抽一包烟 对他来讲已经是最极端的 我原来有个同事 我看他手上有疤 我说这哪来的 他说我失恋自己烫的 我说你后悔吗 他后悔死了 五号杨先生 就是那个我上 我在那个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做过 就极端的一些事情 当时是和那个女朋友吵完架 因为那是我在寝室嘛 他吵完之后他就告诉我他在外面 所以我有点不放心 然后我一出不去了 那个时候 我就自己就是拿 跑到那个别人寝室二楼 说二楼吧 也挺高的 然后晚上看不见 我自己就拿个棉被 就往它掉 但是在窗口的时候 就是我手下松了 下去的时候 我这个腿就是给那个拧了嘛 拧了这时候 一下没起来 但是有个人扶了我一下 我一看是那个学校的保安 我觉得他们都不大愿意敢说 其实 就比如说为了表达自己爱对方 有的时候 比如说把自己弄破了 写个血书啊 保证 其实我是多么爱你 后来到医院 人家一化验 说这是积血 其实我在这里特别想提醒 电视机前年轻的观众们啊 就这样的一个方式 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 你这样做 其实是给自己找麻烦 给别人更找很多很多的麻烦 六号王先生 我想我想女嘉宾 你好 你在说你前夫以前的事情 我觉得你 特别拿得开 放得下 是你 你就是这种性格 还是你根本不爱她 其实只能这么说吧 我从07年跟她翻开 我从来没有认真地谈过一次恋爱 来今天这个 那个杰利亚婚姻保卫站 我也是考虑得非常清楚才过来的 因为我想把藏在心中的很多事情 说出来 不只是我前夫自杀这件事情 我想把我心中所有的事情 告诉大家 给理解或懂我的人听 我不想一个人再来承受了 其实你很难受说这一段对吗 刚开始在跟我们那个编导 谈到那件事情的时候 真的那时候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我录到一半的时候我就不想录了 我妹妹就问我 你是不是不想干嘛了 我说是的 但是我觉得人嘛做事要有个责任心 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然后这样说出来 她才知道我是为什么 或者是她才为什么 这个事情让大家来评 大家来说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两个永远解释不清楚 嗯 这位是你的妹妹吗 妹妹今天来现场 是的 是的 小杨 姐姐平时就是这样说话 快言快语吗 对 她今天还比较慢一点 对 姐姐平时说话像打机关枪一样 不是 你觉得她生活中 是什么样一个女孩 她比较开朗 比较乐观 然后我们都比较享受生活类型的 那段婚姻 你觉得有对姐姐造成伤害吗 会 哪些方面你们看到的 嗯 她其实刚刚她只是在就是外表 她表现得很坚强 但是她其实内心有点难受 我感觉出来 你看到她最难受的状态是在什么时候 第一次是我爸爸去世的时候 嗯 第二次是 是 确实是那个上一次上一段婚姻分开的时候 因为她觉得自己比较失败 因为我们很小很小父母亲都离 离婚了 然后我们都比较自强 所以她觉得自己在生活中自己做得很不好 有时候她会埋怨就是说没把我带好 她也会很很自卑这样子 你还扶抗起抚养妹妹的责任 是小的时候那时候我爸去世的早 我上中学的时候 还有上到高中的费用都是我姐夫的 嗯 很多时候 你是在家里面扛起了一个当妈的责任对吗 没有是这样子的 我是十三岁十四岁的时候爸爸妈妈离婚的 那他们都很小 然后我爸爸是十八岁的时候 我十八岁的时候她过世的 然后也就要相互掺着呗 也不是说我是为谁照顾谁 我也做得不好 这个姐姐很棒 我们先掌声鼓励一下 有责任感 这是因承担而改变了她的一种生活态度 其实她是一个可以懂得哭 可以笑的女孩 但是她一直在坚强地支撑着自己 实际上这已经成为她生活中的一种常态 或者叫一种习惯 在刚才这个交流中啊 你说话这种状态让我们能感觉到 你生活中可能是个挺大女人的人 是这样吗 你知道王芳对杨靖这样的女孩子来讲 大女人小女人她有的挑嘛 她没得挑 她没得挑 她就是天生小女人 她也要逼自己去挑起重担做一个大女人 所以各位男嘉宾 可能你们如果能够更多理解这个女孩子的话 你们可能要帮她承担一点 好 那现在各位男嘉宾 我们马上要开始第一次选择了 三 二 一 一号 一号 八号 二号 二号 九号 看到她们几个灯 五号 心里面会不会觉得咯噔噔噔噔噔噔噔呢 也不存在吧 我想问一下二号先生你为什么灭灯 感觉吧 五号 不来电 五号 他不想灭灯 我在咬咬就是说我这个挺同情的 有一种这种心情 所以我最还是灭了吧 我觉得这个里面不应该有同情的 八号 蔡先生 我支持她 我支持她 但是她跟我那个想象当中那个 就是我想找的那个不一样 我不知道在场上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我那个节奏比较慢 我觉得你节奏比较快 我怕跟不上 如果说你老是找个慢的 你两个老是对生活 对所有的慢半拍 你觉得你跟着上社会节奏吗 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自己 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您是做什么的 自由职业 自由职业 就是那个主要是从事那个 你能更下她的节奏吗 往前退下是步骤 很灾 很多时候在家里面看股票 然后那个就是 觉得有什么生意可以投资的 然后基本上就是说 以前是那种短期投资 比如说我那个做餐馆 您是做股票的对吧 或者是等生意做的对吧 难怪您会慢半拍 因为现在的生活节奏都很快 我们慢不起 我们的年龄等不起 所以说我们必须得靠 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 就是不是那种冲动 那个年龄的时候 你觉得我们谁还可以冲动吗 谁都不希望冲动啊 对啊 这就是我们那个观点不同 对啊 想不到一块去 观点不同可以的 你不能说我太快 这是我的缺点 然后你会啪哩啪哒说好的事情 但是我还在想 把某些事情做好 你说到第三件了 她才笑话第一件 哎呀我就想到一个笑话 乌龟追求那个蜗牛 后来真的是地老天荒的爱情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 继续了解一下 我们的女嘉宾 来看一段VCR 我目前在上海的一家电脑公司做销售 很多朋友 我指的是女性朋友 因为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们在一起 很多女朋友在一起 有时候跟男朋友吵架 跟老公吵架 她就很喜欢跟人家出头 就是说 你要对老婆好一点 对女朋友好一点 然后怎么怎么这样 就这样讲 然后搞到后面 很多女朋友的男朋友 就不让这个女朋友 跟我们联系了 说我们很坏 我理想中的男朋友是 当然是爱我最重要的了 有爱心 有责任心 最重要是有功德性 关心国家大事 比如说维尔地震 日本地震 玉树地震 对不对 这些事情我都希望她关心一下 能做多少那是能力 哎我怎么觉得前面啊 那个VCR是你妹妹在说 跟你们场上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你很羞涩的小女人的样子啊 她不让我说吧 她不让你说 因为我怕她把我的丑上说出来 说她的缺点她会不好意思 就这样 她老是说我不喜欢做家务 我真做的不好 她经常收拾房间的时候就是 完了我出去一会儿 她收拾房间是 房间是越收拾越乱 越收拾越乱 这样情况 你这么说完她还能找到姐夫吗 哈哈 请好张先生 我觉得她她说她自己 那个和我差不多 我因为我是我们那个乡子里 或者我们那个村里认为我 最懒惰的人 那既然我是这样的人 他 他到我的家里或者 他就会更包容我 更适合我 那个张先生 你懒到什么程度 能举个例子吗 我最懒的时候就是 就是我 只保卖 开那个厨房间 然后就包药啊打针啊 都让我的土地去做 我啥事都不管了 不过那个杨静啊 张先生有一点可能 你会蛮欣赏的 他说他真的做很多慈善工作 哎 他甚至说他24小时等待着 对吧 对啊 24小时等待着 可以帮别人做慈善工作 而且他这一辈子 一直在做一件公益事业 对 就是福啊 照顾100个老人 对啊 那个张先生 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你之前做过什么吗 就是我们附近三个乡镇 有孤儿和五宝妇 就五宝老人加起来有一百位 我已经给他们免费治疗 治病治了三年 而且这个事情我还要一直做下去 那个 然后我相信 爱人者 人恒爱之 既是者 世人既之 第二件就是 我和你一样的爱打抱不平 就是谁 在我这里来看病 他说到了 他受到了什么的欺负的事情 那我都会去 义不容辞地拔刀相助 到法院去打官司 我就去当他的代理人 我不收他的费 赢过没有 肯定赢过的 哦 那还不错 我鼓励一下 其实我觉得赢不赢都不重要 关键是他有那费心就OK了 对对对对 其实张先生讲过这一段之后 我真的内心非常非常的感动 应该说呢 见您不是第一次了 一开始呢 我觉得您 样子怪怪的 然后呢 在场上呢 显得呢 比较的独特 但是你刚刚讲过这一段的时候 我对你重新认识了 很尊敬您 其实张先生 他可能刚开始开始觉得有点怪异 然后呢 我觉得当他说到这一切的时候 其实也许他跟我的笑容一样 是在伪装他的某些 不愿向大家表露的一些事情吧 我不知道说对不对 常常还剩下四盏灯 接下来该我们的第二次选择了 三 二 一 四号 四号 六号 三号 他他唯一亮的一站是七号 张苏珊 你在皱眉头 为什么 没有 我觉得我没那么差吧 灭灯并不代表你差 而只是有人觉得合适和不合适 是这样吗 四号王超先生 对我正要举手呢 呃 女嘉宾其实很优秀 性格也很好 但是在灭灯这个问题上 我也犹豫了一下 我们虽然有着相同的年龄 但是完全不同的遭遇 和过往的经历 使得我无法说服自己 让我们有一个交集 所以只能是两条平行线吧 六号为什么 他的笑容很开朗 但是他说话做得太快嘛 我接受不了 因为我也挺慢半拍的 我说话也不快 如果和他吵架的话 我肯定会觉得像紧箍咒 再带他头上去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公布他的最佳印象男士了 呃 九位男嘉宾 你们在拍照的时候 谁手上捧了一本书了 请举手 最佳印象男士二号 杨先生 他爱看书 所以他对捧书的那一个有好感 那么现在你有权利 让他灯亮起来 他没有权利拒绝 你也可以选择放弃 登在这里 请选择 放弃吧 放弃 放弃 对 为什么 呃 其实我刚开始挺喜欢他那种憨厚和实在的男人 放弃的理由是 他放弃到太快了呀 所以你就没必要再去争取了 呃 我觉得我没必要 有点遗憾吗 杨先生 我感到很荣幸 也有点遗憾 有点遗憾 那就带着遗憾离开吧 请除了七号以外的各位男嘉宾先行退场 谢谢大家 我非常地欣赏和珍重他 我有个小小的建议 张先生 杨靖你真的没看过他摘掉帽子的样子 他摘掉帽子比他现在帅一百倍 对 要不要看看 把帽子摘了让他看一下 把帽子摘一下好吗 哈哈哈 像不像 蛮帅的 蛮帅的 这形象很讨喜的 哎 别带了 别带了 这样真的很好看 嗯 有什么问题问他吗 你现在在那个四川那边是吧 对 嗯 那你那个具体在四川什么地方 在汶 汶川下水磨针 嗯 其实作为来汶川的不管是任何人 我真的非常心里有种激动 哪怕汶川地震过去那么久啊 真的非常激动 知道吧 那时候我记得我在我的博客发表了一句话 就是我希望嫁过一个在这次汶川店中 武警官兵嘛 就是那种意思 然后你今天在这儿 然后我觉得跟你也聊得来的 然后我觉得你蛮好的 吴迪老师 有没有什么样的测试 可以让他们俩做一下呢 有什么东西可以把 杨靖的眼睛蒙住的东西吗 那个需要张先生做的事情 请你拉着他的手 你就做他的一个 他看不见 你就做他的一个引路人 你带着他往前走 再走回来 好不好 你好 李太姐 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们在第二次台相遇 你不知道我的姓名 我也不知道是谁 但是你明白我多情的不光 我知道你塞掉了泪水 我不管他什么高不高 那个杨靖你知道吗 闭上眼睛真的是最最真实的感受 告诉我 什么感觉 其实那个当他牵我的手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手挺粗的 这样就男人嘛都这样 然后当他提醒我第一步台阶的时候 我刚开始走到台阶那块的时候 我还是挺胆怯的 然后他说台阶当心 然后他的心在抖我感觉到 然后我就想跟着他走吧 他不摔我也不会摔 然后就跟他走过去了 不是我是想说他突然抱起来那一下 你想到了吗 肯定没有想到 挺幸福的吧感觉到 兴奋还是幸福 兴奋啊 他说挺幸福的感觉 我们现在都支持张先生 因为他刚才让我们太意外了 我刚刚觉得他扶他下台阶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一种男人的大情怀 因为他的手被他牵住 他不会摔倒 我觉得当时其实他不用说那句话 女嘉宾已经放心把心交给他了 我觉得我姐和这位张先生 他们两个还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我姐她也喜欢 就是比较私情话意一点的那种 其实这个听得出来啊 大家都是有一份美好的愿望 对于张先生的个性 和今天这位女士的表现呢 其实她们性格中有很多契合 这个我是能可以看得到的 对于这样一个女孩子来讲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 你大可不必你去天天细心的照顾她 下台阶上台阶 有的时候对于这样一个女孩子 可能你稍微的动作夸张一点 更适合她的胃口 来 现在你要开始选择了 亲爱的 这里是七号先生的灯 这是你最后一次选择 尊重你自己内心的感觉 我们都希望你幸福 开始 我保留 你要不要考虑几秒钟 哦 我不用 不用 好 张先生 有请 这个时候选择的权利 到了张先生的手里 重新等待 重新对你表达 突然之间张先生有些无措 张先生 现在你还有机会问她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什么也不需要问 问是多余的 好 什么都不需要 把左手和女士的右手相抵 张先生 你认为这个女孩子就是你的 请说我愿意 如果你认为还不是特别合适 请说对不起 准备 五 四 三 二 一 我非常愿意 我非常愿意 一个藏族汉子和一个苗仔姑娘 两个人牵手成功 开心吗 张先生 非常开心 他们可以得到呢 我们栏目组提供的 1434元的约会基金 另外呢还可以得到 由精力手机提供的 我的和堂 我的音乐 M500音乐手机一人一步 还有呢我们的 吉利亚欢迎保卫战提供的 吉利亚大力包一个 祝两位幸福 他有些许的另类吧 其实大家琢磨一下 他其实很文化 这个有些许的狂野吧 其实他很善良 在我们整个的节目当中 有的时候你会想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后来发现 他搭配上这个红衣服的女子的话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非常幸福和正常的人 让我们送别两位 感谢两位 进入我们的爱的小屋 再次谢谢你们 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浙江卫视为您带来的 杰利亚婚姻保卫战 爱要有你才完美 我的和堂 我的音乐 金利和堂系列音乐手机呢 邀请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短信参与方法呢 请看我们的屏幕下方 牵手成功的情侣呢 将获得由金利手机提供的M500 和堂系列音乐手机两部 我们的快乐蓝天下 中国梦想系有正在热播当中 每周六晚上的21点21分 请各位一定要锁定浙江卫视 收看这一档非常棒的电视节目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一对对牵手走了以后呢 我们心里很喜悦 同时呢 我们这个男嘉宾呢 又有一个空缺了 来 让我掌声欢迎 我们的7号男嘉宾 王胡红 欢迎您 杰利亚呢 是发行师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3号女嘉宾 掌声有请3号女嘉宾 嗨 大家好 我叫唐依儿 大家好 我是来自成都的唐依儿 今年29岁 声音好好听啊 先请你看一下9位男嘉宾照片 选出你的最佳印象男士 确定吗 确定吗 确定 好 对面的9位男嘉宾 现在呢我们就要看一看 唐小姐的形象是什么样的 来 准备 3 2 1 哇 很漂亮啊 我觉得今天的女嘉宾 一个比一个好看啊 你去过成都吗 我成都不是很熟悉 就三不一美女啊 就是那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4号先生 4号对 3号女嘉宾一上来 我一听是四川的 一直就很期待她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外形 看过之后呢 这个心动指数 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了 6号男嘉宾 你很淡定啊 我觉得我还好 她这有问题吧 今天我们的女嘉宾呢 也带来了她的亲友团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就我表弟贺飞 怎么想起带表弟来的呢 能帮我参考一下吗 你能参考吗 应该没问题吧 你对表姐夫 为了表姐夫 希望她是什么样的 我希望她 最起码得疼她 对吧 这是必须的 对你好重要吗 这个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对她好就可以了 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的3号女嘉宾 看看她过去的故事 是什么样的 我和我前夫呢 是通过网络认识的 第一次见面 感觉她长得挺不错的 也挺帅 然后通过了解下来吧 我发现她身上 有一种艺术细胞 还会弹吉他 然后给我弹过一勺绿袖子 挺好听的 倒是都有吸引我了 直到现在 我听到那首曲子 还挺心动的 所以说我也就决定 嫁给她了 婚后呢 我发现她是一个 挺不负责任的 这么一个人 还有就是 她有严重的家庭暴力 老公 你说孩子一直在 你父母那边 你说 咱们能不能把她 接回来咱们身边啊 不行 孩子从小就在 我父母身边长大 跟他们已经有了感情 你现在要是把她 接回来 你让她老两口怎么办 可是你能理解我每天想孩子的心情吗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把她接 我看你敢 我怎么不敢呀 我是孩子的母亲 我有这个权利 我让你有这个权利 你敢打我 你怎样 我白领你这么多年了 我为了你 我死了 所以我对她还挺失望的 让我下定决心和她离婚 其实刚才在看这段VCR的时候 尤其说到她经常被打 她自己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这位表弟很生气的样子 对她的这个遭遇 感觉 你是今天知道的 还之前都知道 之前嘛 她都挺坚强的 都不愿意跟家里人讲 就是 什么苦就自己一个人承担 对 表姐说这句话很婉转 我刚才就有些疑惑 她说我们动手了 我说动手的概念是 你们对打 还是她打你 还是你打她 是什么 其实每次都是她动手了 当然我也会还击的 因为我不可能是傻的 在那儿干打呀被她 6号王先生 我想问一下 她婚前就是这样 还是婚后是变成这样的 其实婚前也有这样情况 但是那时候不严重 然后那时候自己年龄好像太小了 然后也不懂 3号卢先生 我听到她这段遭遇感的特 特心疼她 喜欢这段话吗 挺感动的 谢谢 我想问你一下 以前的爱情中 你有没有过出手伤人的时候 我从来没动手打过我的前妻 推上过 我不承认有家庭暴力 从来没打过她 谁在过往的就是交往过 恋情也好 婚姻也好 里面跟对方动过手的 大家互打也行 我是被打 被打 被你的前妻吗 对 但是什么原因她打你呢 在我们相处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然后她呢 因为我们两个就有一些 双方不理解吧 然后她呢 她就离开家 最后我那个想 想了很多办法 然后让她回家 然后就是呢 我觉得可能有些地方 我真的做的不对 然后就是我是让她发泄一下 要不你要生气的话 打我两下就行了是吗 她是先打的我的左脸 完了我把我的右脸也给她打 我最后就是我觉得她 她可能打累了 然后就我就抱着她 让她不打了吧 唐燕结婚前第一次她打你 是什么事情 嗯其实挺小的事情 就那次挺饿的 中午都差不多两点了 然后还没吃中午饭 然后我就说我想去吃饭了 然后在路上碰见一熟人 就她熟然后就聊聊天 然后我就说 要不我们今天一边吃饭一边聊天 结果她不 然后就直接把我给推倒地上了 当时也晕了 在街上把你推倒在地 当着她熟人的面 对 她平时性格就是这样暴躁吗 其实是挺暴躁的 对谁都这样 她除了打你以外还打别人吗 也打 她就是个喜欢打架的人 对 在外面也跟别的男人也打架 对 暴力难 最严重的时候打伤过吗 打伤过别人 或者自己被打伤吗 有进派出所 不是 其实当时她身上也蛮有那些优点的 比如说 她那身上的一种艺术细胞吧 什么样的艺术细胞 你举个例子 她会弹吉他 你被她吸引就是因为她吉他 对 当时弹的什么曲子 一首绿袖子 我们听听什么样的一首感人的曲子 对 就是这首挺熟的 有艺术气质的男人 你就被她吸引了 对 如果再下一段感情 还有一个人 她会弹这首歌 或者说 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你就不考虑其他的 她的这个恶心 那个漏心 就会跟她在一起吗 以后我肯定会考虑 多方便了解一下 然后再决定 会不会跟她走在一块 她当时有正当职业吗 还就是在这个街头 会打架都弹吉他 不是 其实我们 当时有一个小门市 就做设计之类的广告啊 那些 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啊 这样的人 婚前就有这样的行为 而且这么喜欢暴力 喜欢打架 喜欢用拳头解决问题 你居然考虑跟她结婚 在女孩子年轻的时候 特别是19岁到21岁之间啊 她喜欢找一个这样的男朋友 是一种时尚 甚至在同龄女人当中 她是一种值得骄傲炫耀的东西 我的前提就是因为我会唱歌 而且是一首鬼迷心窍的歌 打动了她 什么歌 鬼迷心窍 唱歌 我们听一下好吗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 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 是闺蜜了心窍也好 是前世的因缘也好 让爱这一切已不再重要 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 三号卢先生 请问今天的现场 你信不希望再次有人 能够喜欢上这首鬼迷心窍呢 我希望这首歌打动这位女嘉宾 四号愿意跟她PK一下吗 其实三号唱得挺好的 她用鬼迷心窍来打动女嘉宾 你会选择什么歌 唱一句吧 爱我还是她 你笑什么 嗯不是这样两个对比好来平 他们打动她软肋了 她喜欢被音乐所感动 谁唱歌唱得特别好 也可以对她唱一句 黄福红 他们都唱了一首流行歌曲 那我就唱一首藏途歌曲吧 黄先生你觉得我们的女嘉宾会爱上你的歌声吗 因为呢我本人呢觉得也有艺术那种细胞 因为我也会弹吉他 因为你看我的手指是吧 你看就是那个弹吉他弹钢琴的那个料 你觉得哪个对你表现出来的气场最强烈 七号吧 七号更有活力 是啊 感觉她能把她那种感情给投入到里面去 我遇到我遇到知音了真的 这各位男嘉宾都往上冲了 姐妹团你们比较看好谁啊 要不亲友团先说一下 表弟 你们下来别揍我哈 我觉得九号挺好的 三号四号七号表达完了以后 他说九号挺好的 想知道为什么吗 当然 我觉得九号哈 你看他一直站那边呢 一直在聆听别人的就是 两边的对话 你知道吗 他心里面其实他心里面很明白他自己什么 这样子 你怎么知道呀 不是我感觉的 能感觉 九号是这样吗 其实女嘉宾出来之后 确实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有时候最好的倾诉也就是 也许是沉默吧 这位女士上场以后 这个男嘉宾绝大多数都非常的活跃啊 嗯 其原因呢可能一是他柔弱的外表 这位女士的外表 其实是很招男人喜欢的那种啊 然后另外他谈他的经历又挨打 是吧 更容易掉起男人呵护他的那颗心 然后这些男人呢一想 他原来为一首绿袖子就爱上了 那么好吧 我们拼命的就唱啊唱啊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女孩子不会再为一首歌 而改变自己的人生了 因为他以前伤害过 所以说可能综合的素质 将是这个女孩子考虑的重点 这位女嘉宾他上一段感情 是因为一首歌音乐爱上一个男人 我想他这一段感情 可能还会因为他的文艺气质爱上他 但是我们需要的这个男人 除了文艺气质之外 更多的是要给你安全感 给你一个温暖的家 所以希望在场的男嘉宾 除了表现你们的文艺气质之外 更多的要告诉他 你是一个值得他依靠的男人 好 那各位男嘉宾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一轮选择了 各位如果喜欢 那请保留你们的灯 如果觉得不是最适合自己的 请灭掉这盏灯 开始选择 三 二 一 酒盏灯都被你保留了 开心吗姑娘 挺开心的 谢谢 谢谢你们 各位能说一下你们的留灯理由吗 黄先生 七号 我第一眼见你呢 确实被你的身上所发出气质 所吸引了 你有 俄罗多姿的身材 加上那个碧月羞花的相貌 你看到了七号这个位置 就会写实 一号 郭先生 留灯理由 首先呢我也很支持他 因为他毕竟有过那么一段过去 我也挺厌恶就是打女人的男人 嗯 然后其次呢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了解 我们有多了解的资料 各位 看完这一段再做出你们的选择好不好 好 来请开VCR 我觉得我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不太会计较的这么一人 我觉得蓝人嘛 就像手里的那把沙子 你窝得越紧 你失去的会更多 你越放松 你得到会更多 我希望我未来的老公年龄在二十九到四十岁之间 身高一米七五以上 有稳定的工作 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希望我未来的老公 能做一手好菜 因为我爱吃 再吃也不胖 嗯 更希望他身强力壮 能一口气把我从一楼包上六楼 你们哪位能做到呢 你们哪位能做到呢 三号卢先生 能不能把从一楼包到六楼是吧 我说这一点我能做到 炒菜我炒不好 九号 是认为我生病的朋友吃完我做的饭菜 他们都还说不错 我想问一下亲友团 你认为谁更合适 那个三号说的那么坚决 你能做到吗 回答他三号 一楼到六楼很高 如果就凭这一点 我现在就可以回答我能做到 我最主要的就是我一开始就说了 我真的非常想去很爱这位女嘉宾 8号菜友 来8号蔡先生 请问女嘉宾 如果我的那个菜做得非常好 帮你上六楼 一个星期一次可以吗 可以 看情况 祝不得一个月一次呢 你们不能住一个房子有电梯的吗 这是 刘洋 刘洋你要给她做 我想给她出一点那个就是我个人的小看法 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好男人的标准上来讲 三号跟四号都还不错 然后他们两个唱歌呢 我个人觉得四号实力更稍强一点 但是三号呢感情又特别真挚 但是就他们两个成家的愿望来讲 我觉得三号更强烈 嗯 你是不是想找一个一定要真的想成家了赶紧 对 然后她又疼爱你 对 还能见到你的孩子 嗯 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 8号蔡先生 呃 女嘉宾你好 我非常喜欢北京 呃 我是想在北京发发展 但是我现在不知道在北京干什么好 我呢是准备去买一辆那个大大车 就是那个三轮车 我在想如果我去卖那个水果或者卖蔬菜 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应该可以吧 呃我想再强调一下 你真的愿意过这种生活吗 如果说两个 两个人感觉到了 那还在意其他的吗 谢谢 好的各位男嘉宾 接下来该我们的第二次选择了 请大家做好准备 如果你喜欢这位女士 请保留您这盏灯 如果觉得她不是最适合你的 请把这盏灯灭掉 三 二 一 一 一号 五号 六号 灭了三盏灯 五号杨先生 请告诉我你的灭灯理由 因为她那个确实很吸引人 你看她一说曲子 然后就唱歌 替我压力了 好的 好 那么现在呢 已经两次灭灯了 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看 她的最佳印象男士 灯是否灭了 如果她的灯已经灭了 你有机会呢 把她再次点亮 她是不能拒绝的 她的最佳印象男士就是 一号 郭宇成 郭先生 你开心吗 我不再是打酱油的 不再是打酱油的了 最后有英雄用武之地了 对吗 其实我还是觉得我和她不是很适合 你现在有权利点亮她 既然她对我都没感觉 我尊重她的意见 因为要是找一个对自己没感觉的人 生活在一起是很累的 好 那感谢一号 五号 六号先生 谢谢你们 请退场 好了 现在场上的还有二号 三号 四号 七号 八号 九号 很好玩 就两边分成两波 各有三位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 你可以向他们提问 问任何问题都可以 三号 就离婚 是为什么 两人都有错吧 错的主要是我多一点 还有家庭的关系 与我 与我爸爸妈妈 主要是和我妈妈的关系 我一直都喜欢跟我妈妈 爸爸他们生活在一起的 然后呢 婆媳之间关系 一直都没有处理好 那么在这个选择环节中呢 是你的第一次选择 你一共两次选择机会 你至少要灭掉一盏灯 你希望表姐把谁按掉 九号吧 站那里干嘛呢 你在那里啊 一句话不讲 你干什么了 你来了 好 那现在呢 你要开始选择了 对不起 九号 四号 四号 二号 三号 能告诉我 为什么三号给灭了 我真的觉得他特别真诚 今天 我不喜欢那个亮亮的头 哈哈哈哈 头发问题 三号卢先生 这个很无奈 我帮不了你 我们很无奈 不能帮忙 爱情是款式版不是夫妻 只要看他自己的选择 好了 我们再次用掌声 谢谢我们 感谢四位 二号 三号 四号 九号 嘉宾 谢谢你们的参与 好 那谢谢了 一个是艺术青年 一个是真的是过日子的男人 吴迪老师有什么样的心理游戏 可以让他们做一下吗 下面请你们两位跟唐小姐做一个互动的游戏 我们放一个欢快的原舞曲 请你们两位跟她跳一段自己编的舞蹈 最后还需要有一个把它放下来下腰的动作 好 请 十位 请 好 好 好 谢谢 好 好 两位先生请回去 谢谢 好 刚才这个过程中 吴迪老师看到了什么 黄先生真的是好爱表现自己哦 基本上我觉得是拖着唐燕 来配合他自己的舞蹈 那么蔡先生是在请唐燕跳舞 而且是很关注他 而且配合他 而且很细心的关照他了 所以请你自己考虑 对 这个问题拿到你自己的手里 这里是七号的灯 这里是八号的灯 你可以选择灭掉一盏灯 也可以选择两盏都灭掉 那么如果你选择留下一盏的话 接下来就是他选择的环节了 三 二 一 灭掉七号 你留下了八号对吗 哇 恭喜蔡先生 黄先生很抱歉 我能够让你开心快乐 这是真的 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就喜欢开心 不喜欢沉默的一个人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想要一个家的感觉的话 估计我确实跟八号比起来 那个缺乏了一点 祝你今天开心 来 请您休息一下 请八号 蔡先生到前边来 蔡先生按照我们现在的规则 你有一个机会让他提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有一段时间 三个月我宅在家里 什么事都不干 你怎么看待 也许你累了 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我会陪着你 照顾你 然后等你的情绪慢慢的变好 回入到你的工作当中 谢谢 蔡先生请把左手伸出来 和女嘉宾食指相抵 现在我们的选择规则是 我们全场倒数五四三二一 然后请你告诉我 您是我愿意还是对不起 五四三二一 对不起 放弃 能告诉我说对不起的理由吗 我刚刚问了她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在家里面 90天她怎么看待 像我们这个年龄 就是说时间是实际上很宝贵的 90天时间我如果在家里 只是上网的话 可能我是在准备一件 比较重要的事情 而不是像她的理解 就是我可能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你觉得她没有理解你真正的想法 对吗 对 所以在以后就在生活当中 有可能在很多那个 事情上我们不能同步 好 会不会很不开心 挺失落的 挺失落的 你认为她一定会选你的对吗 我希望她会选我 但是唐燕我跟你说 得到并不一定快乐 对 真的 也可能你会找到更好的 我说什么话 班浩先生希望您不要介意 您也别生气啊 其实你很优秀 你很棒 你很温柔 你拥有很多女人想要的那种男人的特质 但是 你自己没选定 你想要什么 通常男士在这样一个场合 拒绝女士呢 会让你为什么淋漓那么大反应呢 因为这不符合女人的审美 女人会觉得说 男人多担当 敢于选择 是符合女人审美的 所以说 这么一个女孩子 这位男士放弃了 大家就会对你有这样的态度 希望你能理解 但是站在这个女孩子的角度呢 我觉得 她放弃了 其实与你是好的 因为她在路上 你现在不需要一个在路上 让你再累的男人 其实她放弃了与你真的很好 再次感谢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请你回到你爱的小屋中 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想生活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面对一次又一次的选择 也许有的选择不是我们最想要的 可是选择了 你就只能面对 再次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 谢谢你们 谢谢我们的姐妹团 谢谢我们的姐妹团 亲友团 谢谢你们 希望大家在下周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我们的 姐妹团婚姻保卫站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